2S7 牡丹花自走炮發射 響徹雲霄 另一頭烏克蘭砲兵裝填砲彈 對準惡軍位置 敦隊刺客戰場打不停 烏軍就在巴赫姆特外圍 死守關鍵城鎮 巴赫姆特沒有一棟房子完好無損 在拿到強大主戰坦克前 烏軍只能被動迎擊 不過苦苦等待可能很快就有回報 雖然官方還沒宣布 但美國 德國談判似乎解開僵局 根據兩國媒體消息 美國準備送出30輛M1艾布蘭坦克 更重要的是 德國也要給至少14輛鮑爾坦克 但這批坦克沒辦法立刻開往前線 我預計的是 你會看到Leo在戰場中 2至3個月 Abram的艾布蘭可能會長得更長 我會放到6至8個月 不管拿中坦克 都需要好幾個月訓練士兵操作 也得規劃維修和後勤補給問題 烏克蘭恐怕得加快腳步 才趕得上春季反攻計畫 TVB新聞 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